到了镇上,玄敏儿看了三份礼物,心里盘算着时间和行程。 哥,你拿着花公子那份礼物,先去最先楼,找到了掌柜的,说我约了花公子下午未时间,然后你就在那里等我,我和爹先去幕府。 嗯,好,那我先去了,你们先去幕府吧。 玄敏儿笑嘻嘻地对着玄文江说。 二叔,你去信仪那里吧,多做会儿也没事,到时候你自己回家就行,不用特意等着我们。 那好,我就不等你们了。 妙儿,你说那是女老板娘,怎么让你二叔一个男人去送礼物,要不你和你二叔去? 爹,二叔和信仪早就认识了,哎呀,你别管那么多了,免得影响二叔的大事。 什么?二弟和那老板娘是旧事?怎么没说过?你们是不是瞒着我什么? 大哥,那个,有些事情不适合现在说。以后,以后有眉目,我再和你跟大嫂好好交代。 然后对着玄敏儿说。 妙儿啊,你答应过二叔不说的啊。 我不说,二叔快去吧,要不然心里该着急了。 玄文江瞪了玄敏儿一眼,还用口型威胁。 不许说。 玄敏儿点点头。 嗯,去吧去吧,我保证不说。 玄文涛看着两人,心里也是有一点眉目。 听玄敏儿说过,卫心是个单身的女老板。 这自己弟弟一说这事就害羞,看来是有问题啊。 等玄文江走了之后,玄文涛和玄敏儿便往幕府走。 妙儿,你二叔是不是对人家女老板有意思? 爹,我答应了二叔不说的。 反正你放心,是好事。 你们两个还藏着秘密,不告诉我和你娘。 你二叔不小了,要是真有合适的,也应该考虑一下。 可是人家条件那么好,未必看得上你二叔。 你二叔这些年可算是动心了,怕是要受伤。 唉,你一个孩子,可你说了你也不懂。 爹,感情的事情可说不准。 哎呀,你别操心了,二叔比你想得有魅力,咱们快走吧。 玄敏儿自己手里拿着一小框画稿往前走。 玄文涛知道玄敏儿嘴言,要是答应了玄文江就不能再说了。 今日这些话也是给自己提醒,自己心里也有数了。 想着玄敏儿这些想法,玄文涛真的觉得自己的女儿比自己想得要懂事多了。